這次事件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看 後續民進黨怎麼處理 但目前來講我覺得是 這個真的是顯露出來 我們國安漏洞百出 那不是一個洞 好幾個洞 而且你怎麼會 你不去檢討你國安委會主委 海委會主委 對不對 或國安部長 你最起碼檢討到海巡署署長嘛 對不對 你怎麼這些高層 你都沒有 不負任何一點政治責任 讓你把責任全部推進 檢討到雷達兵 推個雷達操作者只是那些小兵 那以後誰還敢去 當你的雷達操作兵 但是機層真倒楣 我們新任國安部長上台以後 第一件事情 大家政府主官可以正常休假 對不對 放假的時候你可以自行出國 不用主攤你就可以自行出國 對不對 就我們國安部長在管這些事情 真的是這麼嚴重的事情 你沒有去幹 就怎麼樣提高官密的警覺 或者是是不是檢討人員不足 對不對 部隊兵力邊線比不夠 那我怎麼樣補充邊線 提高年輕人從軍的意願 讓這些官兵能夠補足 他們的人數 還可以正常的執勤 提高這種衛少人員 比如說我應該派十個衛兵 我真的派不出來 我每天只能派三個衛兵 那當然人家天天來啦 我覺得這些政治人物 真的是非常不應該 你借著操弄兩岸之間的仇恨 然後只為了你政治上的一個地位 為了你的選票的一個考量 然後來犧牲掉兩岸之間的一個和平 我覺得真的非常不應該 你覺得這次事件是有可能 是所謂的灰色侵擾嗎 一定是啊 所以他講的是灰色地帶作戰 什麼叫做灰色地帶作戰呢 灰色地帶作戰就是 就是軍事衝突的 過了那條線 還沒有過那條線 過了那條線 就是真的是軍事直接衝突 對不對 但是沒有過那條線以下的衝突 就像灰色地帶作戰 灰色地帶作戰其實range很大 對不對 小到無人機的騷擾 這都算是灰色地帶的手段 大到譬如說圍台軍演 這都屬於灰色地帶作戰的手段 所以灰色地帶的手段是很多 那我們看到灰色地帶作戰 很明顯的 包括現在南海 都屬於灰色地帶作戰 南海來講的話 中國跟菲律賓 他們灰色地帶 其實我特別要說 這個大陸他們很聰明 他們知道說未來 如果說是直接發生軍事衝突的 這種機率來講比較不大 可是一定是灰色地帶優先 它灰色地帶作戰的方式來講的話 它不只是針對我們台灣 它針對菲律賓 針對日本 那在海上如果說 實施灰色地帶作戰 最好的裝備是什麼呢 最有力的裝備是什麼 就是海警船 所以我們這時候 我這樣講各位觀眾就可以了解 為什麼說每次 在南海那邊都是海警船 對菲律賓的海巡艇 然後我們自己這邊也是 它來的都是海警船 甚至於說上次5月23號 24號 聯合立艦它用的聯合 就代表說海軍空軍火箭軍 還有海警 海警 對 所以海警代表什麼 就是我在執法 對 等於說那就是 就是我在執法 我不是跟你軍事武裝通 對日本也是 那解放軍它海警有多強呢 大概它船隻的整個 盾位數來講的話 盾位數它幾乎是日本 跟美國的總和 這第一個 海警很多 第二個它船隻來講 都是軍艦改裝的 它立刻就可以把它變成軍艦 因為它除了說 艦炮它還保留之外 它還保留它的雷達系統 所以它的雷達 跟他們海軍的雷達是互通的 它的雷達也可以做 我講的 也可以引導海軍發射的飛彈 來使用來做引導 那第三個它還做得特別大 它大到什麼程度呢 大到全世界大概只有 解放軍這個國家 有這麼大的海警船 它上萬噸 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這個軍艦大概 成功級或幹嘛 不過是三四千噸 對不對 大概解放軍海軍最大的軍艦 055大驅 也就一萬多噸 也就它那個艘船等於是驅逐艦等級的 它不是護衛艦 它是驅逐艦等級的 那麼大的海警船 它不但大 它還硬 你知道它什麼船改裝的嗎 它有兩艘是破兵船改裝的 破兵船超硬 所以它海上可以撞嘛 撞著船 它可以撞 破兵船好硬 它用破兵船改裝成海警船 因為海警執法過程可能會衝撞嘛 你不是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海警互相在那邊撞來撞去 所以它還有破兵船改裝的海警船 所以你看我特別要講 大陸他們很快 它應付日本你怕不怕 所以我船隻 我不但數量多 我還硬 我還大 我後面還有海軍 可以跟海軍互相聯合作戰 所以包括日本在釣魚台那邊 都很明顯的就比它弱勢 那我們台灣來講更不要講了 菲律賓來講 因為它知道說是灰色地帶 在海上的話 我要振作制海權 我不要一開始用海軍 海軍出去的話就是箭炮打嘛 我沒有一點彈性處理的空間 它用海警 那海警我就是執法 比如說我們最近即將 馬上6月15號看到的 菲律賓它所謂的 它在那邊仁愛礁啊 或者是仙兵礁 它解放軍說 我們現在不是解放軍啦 它的海警說 海警3號的法律通過以後 他說這是我的領海 對不對 這塊是我領海 那你的船違法作戰 在我的領海上面 我現在執行我國內的 這種警察的法律 我叫你逮捕 就把馬德雷3號 上面那些的船員 他依據他自己國內的法 我是警察 那這是我的國主喔 這是我的國主喔 你在我國主上面擺一艘破船 製造污染海洋 會幫你逮捕 然後帶回到廣東去受審 然後看小馬克思怎麼辦 看你美軍怎麼辦 所以這也是 中華大陸這邊 灰色作戰的一種 那麗將軍 那你怎麼看這一次 這一次為什麼你覺得 也是灰色作戰 因為第一個喔 灰色侵擾 灰色作戰一樣 對意思 就是這次可以說是灰色侵擾 因為我們第一個 現在來講的話 當然你可以說來著這個人 可是他有海軍的背景 那如果說他當過艇長的話 我研判他的服役的時候 他階級是不是上位 或者是少校這種 艇長是海軍軍艦的艦長 大船叫艦 小一點叫艇 小船的船長 他艇長以前我們叫飛戰快艇 對不對 巡邏艇 水雷快艇 艇就比較小 他是管 他管一個快艇 對 他管一個快艇 那一個快艇艇長的話 以他們編制上面來講 可能是上位 或者是少校這種階級 少校 那是軍官啦 對 是軍官沒錯 是軍官 是軍官 他們那時候初期來講 魚雷快艇啊 或者是艦通常比較大 艦的編制大概都是中校 或者上校那種編制 航空母艦戰鬥群可能是少將 那種兼職 所以我覺得他既然具有 軍人身分來講的話 又到我們這麼敏感的地方 對不對 那我覺得說是 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如果進來有很多種的 可能採取就軍事的角度來講 他是不是撤在你的 這種雷達反應的距離有多遠 可以發現到這艘船 然後你什麼時候 反應的時間有多快 當作以後我要 如果說是要在這個地方 實施突襲的 我一個參考的一個數據 對不對 是不是在執行這件事情 或甚至更可能的 他也可以帶著這種 雷射的裝備 到我們陽明山 或這些地方來講的話 到那邊實施這種 就是斬首作戰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 我們都不能排除了 那如果說 當然有這些可能性來講 當然也有說 騷擾你民心 讓我們自己國內 在這個時候已經開始 國內吵成一團了 立法院那邊已經吵得不可開交了 到底要不要負議案或幹什麼的 藍綠白已經鬧成一團了 這時候來給你添亂 讓你更亂 讓你更吵 這是一盡必然的手 我們自己一定是上這種當 你看明天國會 大概立法院開會 一定又開始在那邊吵一團了 什麼要不要負議案幹嘛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所謂灰色地帶 那當然也包括灰色地帶 也包括我們自己常講的 認知作戰對不對 那我們台灣要怎麼樣 來應付這種認知作戰 那你沈柏洋 你對這事情你出來講講看 你怎麼樣認知作戰 對 我特別我就說嘛 我們不要每天在那邊 你高枕把我們的警約軍都卸掉了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他怎麼過來的 200多公里路 你覺得他怎麼過來的 他真的就是一個快艇這樣過來嗎 中間有沒有船接應 我跟你講 這個如果說是正常高度來講的話 我做過像這麼大的快艇 你眼睛看到的距離 在海上你看到距離 大概10公里左右 最多就是10公里這麼遠 那你10公里 你200多公里 你沒有任何一個參考坐標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海上要有雷達 要有燈塔 是不是 就讓你參考 我們行船的時候 那個發射那個燈塔的信號 我知道那個燈塔是 譬如說是什麼什麼 這個陽明山啊或者是什麼 然後我距離它多遠 對不對 我就可以在地圖上面 海圖上面定位出來我自己位置 然後可以修正我的航向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像漁船進港也是這樣 他們用肉眼看 我看到哪一棟大樓的時候 我就右轉幾度 左轉幾度 我知道 他不能用高德地圖嗎 沒有 他可以用膝蓋 用膝蓋導航 用膝蓋導航也知道 用膝蓋導航就可以過來 那他們有沒有船上可以配 然後收他們北斗衛星的那種 我覺得這絕對是可以啦 就像是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當然這個北斗它是本來這種 衛星就是開放給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它當然有軍用的頻率 它是不會開放 那更精密 可是一般來講 一般船隻啊 飛機啊 它開放到全世界你都可以用 像我們臺灣也可以用 這個北斗來高德地圖也可以用 因為前陣子大家就在 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說它只是衛星上面 是公眾財啦 發射的信號 所以確實是可以問 沒錯 可以用那個導航過來沒錯 但是我特別講說 一個人感冒那麼大的險 對不對 這個在海上飄了十幾個鐘頭 那如果說是沒有大船在旁邊 掩護資源 你覺得有可能嗎 我覺得可能性不高啦 所以你覺得非常有可能 對 我覺得一定有大船在旁邊 掩護資源 補給油料水料 或者是說糧食 給它提供安全的護航 因為這兩天我特別看 吹的是南風 就是浪高大概一到二公尺 以它那種船來講的話 是頂得風前進的 頂得風前進會更耗油 時間會更久 如果說叫你來講的話 那需要很大的勇氣 才敢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後續來講 我覺得一定有資源 不簡單 才可以做得到 光憑膝蓋是做不到的 那這次事件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看後續民進黨怎麼處理 但目前來講我覺得是 這個真的是顯露出來 我們國安漏洞百出 那不是一個洞 好幾個洞 而且你怎麼會 你不去檢討你國安委會主委 海委會主委對不對 或國安部長 你最起碼檢討到海巡署署長嘛 對不對 你怎麼這些高層你都沒有 不負任何一點政治責任 那你把責任全部退給你 檢討到雷達兵 推個雷達操作的 只是那些小兵 那以後誰還敢去當 你的雷達操作兵 但是基層真倒楣 利用這個機會來聽聽 說我們國安部 不能再這麼相怨 不能再這麼阿Q 覺得說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偷渡客 幹嘛大家那麼大驚小怪 他來投奔自由的 你看我們台灣多富裕 連他們都要來投奔自由 我覺得你不用再講 這種阿Q的話 自欺欺人的話 你今天要抱著 料理從寬的心態來看 他萬一來攻擊你的話 他這一個偷渡客 就可以做出 讓你危害多大的事情 是 我是怕他真的是 他萬一算來投奔自由的話 他來了以後 可能會有一點失望 怎麼我不能罵民進黨 要被傳喚 有沒有 好啦 那立長軍 我請問一下 當時你在淡水河口 這邊服役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一個指導原則 就是你怎麼識別 就是敵艦跟我艦 就是這種船 它是用民間的船嘛 那這樣民間的船 你怎麼識別 你有沒有識別的方式 我們陸軍是沒有能力做識別的 但是這個發現目標 是雷達戰發現的 雷達戰 他怎麼發現 這是敵人的船 還是我們民間的船 我跟你講好 關鍵就在這邊 這個我們知道船隻 它有個系統叫AIS 就是我發射的這個信號 他軍艦有時候 他會把自己的信號關掉 但是不管是漁船 它這個國際航運有一個規定 你知道幾頓大的船 你就要裝上這個AIS信號 然後我發出的信號 告訴所有周邊的所有雷達戰 我是什麼船 我位置在什麼地方 然後這樣的話避免 第一個避免碰撞 也避免就是讓人家知道我是誰 一般民間船都有 所有船子都有 包括漁船都有 那如果說我們雷達戰一看 就會知道說 這是我們自己的軍艦 這個是日本來的觀光船 這是美國的雷根號航母 我們就可以知道 那沒關係 如果說一旦我雷達上面 發現到不明的這種船隻 或飛機來講的話 這時候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要去看 那時候我們就 就一定要實際上面派著船過去看 這到底這艘船是什麼船 是不是敵人的船 是不是有沒有威脅性 那這架飛機是什麼飛機 所以我們經常有 叫所謂載空機有沒有 所以載空機就是 現在來講 國防部把它解釋為任務機 每次解放軍軍機來擾臺 我們都說任務機來實施廣播驅離 就是在天上飛機 那今天你執行在天上 萬一有一架飛機過來 不明你過去看 這是不是有威脅的敵機 或幹什麼 大概都有這種 那海面的船隻來講的話 你也要派船過去看 所以我們海面有巡弋的軍艦 在海上面巡弋 他就要過去看 那最近有一個說法 說要把海龍挖兵 掉回淡水河口 那是不是也因應這樣 因為海龍挖兵 它有第一個 有海上作戰的能力嘛 它本來就是所謂海龍海龍 它就是兩棲部隊嘛 挖人 對 挖人 那第二個它有這個裝備嘛 它有快艇 它那個快艇速度也很快 我以前經常做 時速可以到大概六七十截以上 非常快的速度 所謂乘風破浪 但是也很危險 你那個船就要過去看 看這條不明的這種船是什麼船 有沒有威脅或幹嘛 那海龍挖兵 它船上面就設有機槍 有機關炮 它有基本的自衛能力 它速度又很快 所以為什麼要說是調到這邊來 這個海龍要從機門 把它移回來 大概就是執行這種任務 萬一有不明的船隻 或幹什麼的話 就可以在這邊 就立刻過去看 但麗將軍這種任務 不是海巡應該要做的嗎 那他怎麼指派軍方的海龍呢 其實沒錯啦 其實海巡跟海軍應該 其實海龍不是海軍 海龍是陸軍的 海龍是陸軍的 怎麼指指揮軍方的 陸軍的 海龍是陸軍的 所以這個東西 你講到問到一個 這個蠻關鍵的一個問題 是不是 對 真的是很關鍵的問題 海龍它是屬於誰的呢 它是屬於陸軍特戰指揮部的 它不是屬於金門的 也不是屬於這邊的 它是 它這種關係 它跟金門 它雖然說人在金門 就有點像什麼 它跟金門的關係 就像是有一點就是說 這個女兒到他們家去租房子 租在他們家一樣 但是吃飯對不對 領錢還是要回家跟爸爸領 ok 就要錢還是跟爸爸領 我們住在那邊 但是住在你房東家裡面 你總是要幫房東做點事情嘛 比如說我們講好 對不對 垃圾你負責到 你住在我家我讓你住 可是你要幫我倒垃圾 它不屬於軍防部 它不屬軍防部 它是只屬特戰總部 所以以前 中央的 特戰總部 它有空中滲透跟海上滲透部隊 空中滲透就是我們所謂的散兵 神龍小組 空中滲透 海上滲透就是神龍部隊 它暫時的時候就是準備 滲到底後去實施襲擾破壞 做這些暗殺 做這些任務的 現在我們來講大概就 已經不踩公事做戰主義了 就把海龍蛙兵調回來 那調回來一個重點就是說 那你是不是就要將這海龍蛙兵 然後歸官路指揮部來管 就像是 我不要老是住你家嘛 那我乾脆把女兒嫁給你好了 對不對 嫁給你以後 吃爛也歸你 對不對 他零用錢也歸你給 可是你就規定他要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 今天要掃地 明天要倒垃圾 由你來規定 但是海巡要怎麼指揮海龍 海巡沒辦法指揮海龍 應該是由官指部來指揮 所以到時候變得是 它不同部單位去協調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說剛剛牽涉到兩個部會 這次我們看出來開會的 包括到國防部長跟管閉林 還有委會主委 這個責任怎麼區分 我覺得一定要劃分清楚 是用畫遠近距離 譬如說幾海里之外 是歸海軍的責任區域 然後我們海巡只負責 幾海里之內是歸我海巡 那上了陸地以後 或者是說離海岸兩海里才歸我 或者是海岸線之內 才歸我關渡指揮部 那我關渡指揮部 進了河口以後 是海龍部隊的巡長 海龍部隊我預判 它大概也就是這段河 河口以外 這個河口以外 應該屬於海巡的 然後再更遠屬於海軍的 那海龍挖兵將來進來的話 大概就是這段河 他們有分工啦 區域分工 對對對 用這個河口 那海龍挖兵大概 負責的是淡水河 河裡面的屬於海龍挖兵 那淡水河 不然你責任會 不知道啦 不知道誰要負責什麼 如果沒講清楚的話 要不然就形成真空嘛 你也不管 我也不管 所以山不管地 要不然就是你也管我也管 然後就變成我們兩個人 自己互相打架 這種事情不是沒有發生過 以前情勢單位就發生過 在台北中山北路就有一次 那時候真的很厲害 那個警察跟憲兵兩個 他們都變衣的你知道 然後大家互相看對方 覺得你那個動作怪怪的 我也覺得你動作怪怪的 然後他們兩個就是互相試探 就互相撞著對方一下子 那互相撞就試試看你的 他們情勢單位有這種 人員有這種特徵訓練 我看你身上是不是帶槍 就故意去撞你那個位置 然後他也去試他 就一動 雙方不得了 你居然是槍 我也是槍 就雙方互相拔槍互相打 有警察他就開槍打到憲兵 真的打了 真的打 這是這是真的發生的事情 就是警察的這種 OK 這種就是便衣警察 跟這個便衣憲兵兩個 然後因為都是情勢人員 因為兩個都沒有協調好 也互相不認識 然後雙方來講互相懷疑對方 就造成這種 感覺CIA跟FBI在火兵 對 因為我不曉得你 你也不曉得你 那這個東西來講 所以要協調好了 就是陸軍要負責的是哪一段 海軍負責哪一段 海軍負責哪一段 一定要將責任劃分清楚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義生劇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最後是 第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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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個 第四個 第四個 第六個